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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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武德镇的天坑群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于是 他和几名队员前往镇雄县武德镇展开探险活动 武德镇位于云南省镇雄县的西北部 白水江从贵州省赫章县一路奔流到此 赵街宇来到这里 发现这座被当地人称作三锅圈的天坑 岩壁直立 深度也更大 对于探险者来说 从这里下降更具有挑战性 为了安全起见 赵街宇与同伴决定兵分两路 一组队员在坑口负责观测 另一组队员开始布绳 打锚点 准备演讲 他们下降了五十多米时 一处洞穴吸引了探险队员的注意 赵街宇决定 带领几位队员进入洞穴 剩下的几名队员继续下降 进入到洞中 探险爱好者发现 眼前的洞厅十分宽广 不远处 丝丝光亮照射了进来 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逆光前行 行进了大约十几米后 队员们发现 竟然出现了一座组破败的建筑 几位探险爱好者继续观察后发现 整个村寨空无一人 从青台的面积和厚度上可以判断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虽然一些建筑已经被废弃多年 但仍然保存完好 不满尘土的草边房顶下 似乎掩映着一段久远的历史 队员们向外望去 看到的竟然是另一处天坑 通过卫星图仔细分辨后发现 他们居然已经置身于搓鸡岩的岩壁洞穴之中 此时已经下降到三国圈坑底的队员传来了消息 他们在下降途中不仅发现了古代的锚点 还有用于攀岩的绳索 与废弃的洞中建筑相比 这些攀登工具的年代疑似更加久远 那么这两个天坑之中 为何都存在古人活动后留下的遗迹呢 在天坑底部发现房屋 这样的情景就连探险过 无数天坑洞穴的赵基宇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他的认知中 早期的人类喜欢依水而居 选择一些地势平坦的地方居住生活 这样既利于耕种又方便出行 那么这里的古人 为什么要选择在天坑之中建造房屋呢 居住在天坑洞穴中的人们 有着怎样的特殊生活方式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放弃了这里的家园呢 地理中国考察组从镇雄县出发 驱车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三国圈 三月正值雨季 雾气弥漫 道路湿滑 行走起来十分艰辛 队员们打听得知 这片区域平坝较少 境内山巒起伏 为了能与外界沟通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自古就开辟出了很多条 忧生曲折的小路 连通着大山里的每一座村落 和每一户人家 在老乡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搓鸡岩 半山腰处 几座破败的房屋映入眼帘 上下层的结构 杂草编织的房顶 工整的石块 不禁让人好奇 你看它还有些倒塌的 下来这个墙里面的石头 它都有的就是原石了 它基本没有什么修整的 但是这一盘墨就不一样了 它是经过精心修制 满足它那种磨面的功能的 那看来当时这边人口 还挺运气的 是的 傅殿基 昭通学院地理科学 与旅游学院教授 对云南省的地质地貌 有着深入的研究 为了解释 像这个村庄里面 废弃过去那么多房屋 起码也是几十日而居住 这样的场景 不禁让队员们想起 在广西也有一些洞穴民居 这种洞穴民居 往往在建筑之初 都会巧妙利用地形 充分利用洞壁和隆起的洞顶 以减少建材的使用 同时 洞中不仅有天然的水源 还可以存放物品 是一个天然的仓库 然而 同为洞穴人家 搓鸡眼这里的建筑 却完全不依赖洞壁和洞顶 房屋四面几乎都为食材累契 同时 这处洞穴地理位置偏僻 出行并不方便 那么 这里有着怎样特殊的自然环境 让当时的人们选择在此居住生活呢 这时 傅典基教授看到 在搓鸡岩的西北侧 是一处巨大的垮塌口 若将缺口与整座环形崖壁相连 则会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这点这个缺口 你看 那个山崖 那个祸口 我们可以想象在它的早期阶段 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专家推断 搓鸡岩实则为一个退化的天坑 其他方向的崖壁保持完整 只有西北侧的崖壁已经跨塌 形成了如今三面高耸 一处开口 近似搓鸡的模样 专家分析认为 正是由于天坑缺口的存在 人们才能通过山间小路 进入到这个非常隐蔽的空间里来 一行人继续前行 不一会儿来到搓鸡岩的坑底 这时队员们看到 坑底竟然分布着大面积的 被开垦过的农田 倒得还不错嘛 吃吃它的双卷度怎么样 不一会儿 那么这次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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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他推测除了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 搓积岩特殊的地势也是古人选择在此定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行向导告诉的员们 据当地老人讲 由于地理位置较为隐蔽 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还充分利用洞穴地形 作为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藏身暗洞 老乡说 在这间屋子背后在这间屋子背后的岩壁上 应该就藏有暗洞 他决定爬上去探个虚实 你小心点 踩稳了 扫起来吗 我试试 考察队员也想随同老乡一起爬上崖壁 好的 顺着这个木头上去是吧 天哪 木头冻了 不行不行 上不去这块 多次尝试攀爬之后 队员已失败告终 不行不行不行 于是考察队只能将摄影设备 放在老乡的身上进行记录 咱们把这个设备带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画面 从头戴设备传回的画面中 队员们可以看到 压壁之上 一段石墙十分工整 如同人工雷气的一般 你看到吗 就在这时 信号突然中断 队员手中的显示器 已经看不到任何画面 抬头仰望 大家已经看不到老乡的身影了 在哪儿呢 又看不到您了 有点 哇 不一会儿 画面开始变得清晰 终于呈现出了洞穴中的影像 只见这处洞厅较大 能够容纳多人藏身 同时 入口也十分隐蔽 充足的水源 可耕种的土地 这些都为当时的人们 提供了很好的生存条件 尤其是不易被外人察觉的 言必煽动 能够帮助古人躲避隐藏 因此 古人才会选择来到这里 修建房屋 定居生活 那么 既然这里居住条件良好 又是什么原因 让原本生活在此的人们 选择了离开呢 这时 崖壁边的落石 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这种巨石 它就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滚动的痕迹 应该从那个顶上掉下来的 这种距离它不是太大 但是一旦遇走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很确盘 我们下午的时候 就是灾难的 给她的眼泡 等日子 但是 我应该把视频 都捐到 咱们 就会死亡 在蒙王 那对 我可能会被全能 问五号 那呢 就会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这里后 他们发现此处并不适宜居住生活 但可以开挖销石用于熬销 专家解释说 在那个年代 销石不仅是火药的原材料 也可以入药和修建屋射等 也正是由于古人曾经在坑底 从事熬销等生产活动 才使得如今这里四生植被众多 继续探寻 队员们在一处崖壁之下 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洞口 咦 这儿好像有一个洞口 慢一点 走进洞穴 洞厅逐渐变得宽敞起来 行进不久 一阵水流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不远处 一段暗流映入眼帘 暗河的出现 也让专家对三锅圈这座天坑 有了更多的推测 暗河它是天坑的 发育着一个重要的动力 像那么大规模的天坑 它一定是应该有暗河的 没有暗河 它那个固质 就是说以前崩塌下来的 它可能它就搬于不料 那么它那个坑底 它就不够明显 它就崩塌下来以后 因为有暗河的存在 它还要进一步发育 还要搬走一部分 那个坑状才明显 专家告诉队员们 三锅圈是个正在发育的天坑 地下水源十分丰富 古人来到坑底 或许是为了避难 也可能是在此熬消 并通过绳索运输出去 然而 这其中让队员们 感到疑惑的是 搓鸡岩和三锅圈 相距不到二百米 且有洞穴连通 为什么搓鸡岩天坑 已经开始退化 三锅圈 却仍然处在 从这个搓鸡岩跟三锅圈之间 这个洞穴 已经穿了这个洞穴 它们之间的水网 是连在一起的 在早期间断 它们已经是打通了的 所以它中间才会有溶洞相连 这个溶洞原来是地下的溶洞 也许是一些早期的地下河的通道 复电机教授继续解释说 搓鸡岩与三锅圈 是同时期发育的天坑 两处天坑 属于同一条岸河水系 融石侵蚀而成 早期 它们处于独立发育的状态 由于地壳台声 以及岸河不断深切 原本贯通两处天坑的岸河通道 逐渐干涸 形成洞穴 将两处天坑连通 专家推测说 如果水流进一步融石坚实 两处天坑或许会继续扩大 直到相互连接 形成一处面积更为宽广的天坑 那么是什么自然因素 让搓鸡岩和三锅圈 两座相距不到两百米的天坑 处在了完全相反的发育状态呢 队员们决定扩大探寻范围 向西行进约一千米后 考察组来到白水江边 白水江是横江之流 也是流经镇雄县的主要河流 在查看地形图后 队员们了解到 白水江从搓鸡岩与三锅圈沿岸川流而过 而搓鸡岩位于拐角处 巨厚石灰岩虽然十分稳固 但受到河水的侵蚀岩时垮塌 这才造成了如今的搓鸡岩 然而三锅圈距离白水江的位置较远 避免了江水的侵蚀 因此保存完好 这才导致了相邻如此之近的两处天坑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地貌特征 专家告诉队员们 同一区域内的天坑 有的仍处在发育阶段 而有的却已经退化 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偶然因素外 也有内在的地质激励 武德一带的天坑众多 且基本为同时期发育形成 然而却呈现不同的发育阶段 这与各个天坑所在的地理位置 暗河流向 白水江的侵蚀 密切相关 武德密集的天坑群 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在一定的发育阶段内 形成不同的天坑景观 为地质专家探讨天坑演变规律 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样本 而在古代 为了躲避战乱 早期生活在附近的人们 通过退化天坑的缺口 渐入其中 利用一切自然条件 修建屋舍 薄消墾田 而当天坑退化家具 出现落石后 人们又果断选择搬离这里 如今的搓鸡岩 虽然已经没有了网页的繁华 但洞中的古村落遗址 仍然让大家看到了古人展示出来的 巧妙生活智慧 如今这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 极天坑探险 风光游览 民俗体验等 为一体的极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越来越多的旅游探险爱好者来到这里 领略着白水江畔的美丽和神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